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這個月的 哇靠想知道街頭專訪單元 這個月的主題就是猛寵大調查 相信大家以前或者是現在都飼養有寵物 那這些寵物就帶給大家很多快樂的回憶以及愉快的感覺 今天是風和日曆的一天 就讓我們大家一起來聽聽司祖的心聲 以及看看可愛的毛小孩吧,走吧! 牠的名字叫Momo,然後牠今年兩歲了 牠叫Coby,牠是一隻Terry Mix 牠是我們領養的 我們家的寵物叫Moka,牠是一隻九歲的西施犬 然後跟我們很久了,牠是一隻還蠻活潑的小狗 不過牠現在已經比較老了一點,所以牠就比較活動力沒有那麼厲害 Coco,我們是朋友給的,給的時候牠才八個星期 我們的貓貓就叫Wedget,牠是五歲 我喜歡健身 喜歡吃麵包,白吐司 牠最喜歡就是咬拖鞋,拖鞋被咬得好多了 牠最喜歡吃 牠在家裡最喜歡的就是追小鳥 就是牠的典型之類的吧,然後就是還有特地 尿不算不算 尿不算不算 一次都是大概一百美金這樣幾箱買回來的 一般的球而已 那就是一般的狗餅乾,狗絲料杖而已 干貝,牠偷我們的干貝吃 有一次我買了一包干貝,忘記把它放好 第二天早上我餵牠的時候 牠不吃牠的貓狼,我就奇怪了 平常遲一點就餵牠,牠都叫得很厲害 然後我發現,哎呀我的干貝啊 牠都吐了好多啊,難怪牠自己的貓狼都不吃了 好嗎? 來吧 OK Coco,坐 坐,坐 坐 OK Coco 啊 啊 A